今年的南岛典会在南岛市来办理 其中南岛市公社会典 也在这25号点点20号 正式开启 为期24天的典会 所以江州警官都在无影报地 会典的报地地点包括到 中山公园 人手公园 各市公社 以及三百二楼的停车到 主任典会也要邀请大家 作回来欣赏 虽然典会也没开启 但是南岛市的中山公园 已经有了少许 中部分的会典 都在当店都争起了 去不知民众到现场参观到欣赏 今年的南岛典会是半天南岛市 其公社的主典就在中山公园 在15号上市的正式典典 开始为期28天的会典电源 除了我们社区的花灯以外 我们这次的花灯 很多都是从彰化监狱的 这个受刑人那边 我们跟他购买的这些花灯 所以相对来讲也会比较精致 而且价钱也非常的公道 那另外的时候呢 我们也从浙江的海林 弄了一些公灯进来 还有我们从四川自贡 弄了一些花灯在这边 那么大概预计是28天的这个展灯期 也就是说到2月12号 配合公园的设施 像岸面有国际公园的昆虫灰灯 那里面也没有人灰的灰灯 另外市公社外面 已经重新设计自己的变形金刚的灰灯 邀请少年朋友到这里欺负打卡 那大家看到现在开始正在 晚上这些光环境已经开始在做了 所以呢也看到 我们整个的夜间都亮了起来 那么也希望说我们的所有好朋友 到我们的南投来看我们的花灯 那么我们的地点 除了我们中山公园以外 还有我们的南投施工所 还有我们的人秀公园 这一系列呢 都有我们的花灯的展出 我们相信说 会让大家看到我们 南投小而美 而且非常精致的这个花灯 部分的灰灯 属性倒起来 就是要让在地民众提前来品香 感受观察这个气氛 祝万能也好用大家 做好来为好这些灰灯 让灯灯灯正式开始的时候 可以典型南投市 暗市最美的一面 记者显身从报道